第四季节目 第四季节目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主公 主公 怎么是你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 我 我迷路了 怕你出事 叫裂锋去寻你 你的伤 我们先走 你没事吧 这是怎么了 解少有毒 我好冷 别怕 我出去才解读草药来 等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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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ão 我真的不知道 我到那儿要买 我相信你 不会用这么着力的手段 把我骗过来 什么都不用想了 好好睡一觉 到天一亮 我们尽快离开这里 殿下 不好了 怎么了 今日游州大汗 一直未得解决 两架飞涨 身上如今急需一人去游州处理此事 谭绝在背后操纵 说是派您去游州呢 父皇同意了 估计就这几日 这块烫手的山羽 它会送到我手里来了 穆王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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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进宫面剑圣上 尔臣皆知 殿下 请您尽快收拾妥当 准备进宫面剑 奴才先行告退 有劳林公公 殿下 我这就去整理东西去游州 不必了 你留下 继续调查安卫的事 至于游州 我独自前往便好 退下去吧 三年前七百零九 两年前五百五十三 今年六百八十四 每年有像幽州的暗探 怎么这么多 锦鱼这次去幽州 凶多吉少 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啊 算了算了算了 每次跟他在一起 就没好事 我还不如在府上吃吃喝喝 玩玩手机呢 公主请喝茶 多谢啊 大人 有消息说 殿下去了幽州 不太顺利 当地地方官 频频刁难殿下 我知道了 等事情处理好 我就过去 谢谢 殿下 为给您接风洗尘 下官特在府中略备薄酒 还望殿下 一步俯上一续 本王命你约谈粮商 献减粮价的事 处理的怎么样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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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